大家好 我是松浩老師 現在站在我身後的這個 很大型的像基姆一樣的裝置 也就是從即日起到 11月4號在Fella Vita 一樓的空間所做出的 愛馬仕空間之間的家居展 現在老師要帶大家進去逛一逛喔 現在我介紹我身後的這個 它就是一個大型的一個 珠寶化妝間的這個概念 你看到現在這每一個 這個木頭呈現的地方 都是陶木所製作的 在每一個的這一些的配件這裡面 它都是可以拆卸的 然後你也可以單獨的 把這些的珠寶盒帶出去 或手勢盒帶出去旅行 接下來要看到的這個P毯呢 乍看你會以為說 它是直接在上面就是彩繪顏色 但其實不是的 設計師先在木頭上 雕刻這一個馬的形狀 這個馬的形狀 它也代表著墨西哥最高的 山峰的意思 然後再利用羊絨布上面 去採點出這個形狀 再去跟著另一塊的羊絨布 做結合 然後旁邊的滾邊的部分 是用日本的琉璃珠 去做一個裝置的設計 這個作品呢 很有那種油墓的風格 既然是油墓的風格 也就表示它是可以移動式的 這是完全是用蜂墓 經過三天的手工打磨 所設計出來的 所以呢 再加上那個艾瑪士的這些皮革呢 它呢標榜的就是 你即便是穿著絲襪 躺在上面都不會刮破 接下來這個作品呢 我個人很喜歡 是因為它帶有 很有復古氛圍的一個情調 這個設計師 是一個法國設計師 而且他是在20年代 是非常重要的 他在當時呢 30年代的時候呢 提出了一個單張扶手沙發 再搭配雙人 甚至三人的沙發 再搭配一個茶桌的 這樣的組合 深深的影響了 後來大家在客廳的 擺設上面的一個設計 接下來看到這個設計呢 它是一個提燈的設計 它的概念會讓你聯想到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它 從四面所發出的光 很像一個燈塔的一個設計 它也可以分開 變成四盞燈 所以你可以依你的喜好呢 可以放在不同的角落 那這一個燈呢 它是需要充電的 所以它可以充滿8小時 然後同樣的也可以使用8小時